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 请到中国来 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 高低不同的三级阶体依次展开 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 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不断生长的雪山 绵延流淌的长河 冰雪飘零的北境 鬼斧神功的丹霞与亚丹 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 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 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 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 自然的伪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 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 这就是超级风景 这就是超级风景 在中国四川北部的群山之间 坐卧着一座小县城 这里曾经生活着十六万人口 四万个家庭 他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和你我并无两样 但是2008年5月12日 一波无法逃避的自然力突然到了 将他们的生活震得粉碎 几乎一瞬之间 这座县城变成一座沉默的纪念碑 北川 这座在汶川地震期间受灾最严重的县城 已经面目全非 曾经鲜活的生命 永远地与坍塌的钢筋混凝土凝固在一起 汶川大地震 一场让所有中国人永生难忘的灾难 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展现出害人的威力 Ceer 中国是一个多地质灾难的国家 自然的力量是残酷的 它的创造力有多壮美 它的破坏力就有多么令人恐惧 频发的灾难 让中国人的坚韧无与伦敌 他们一次次从灾难中站立 积累起应对灾难的智慧 就像自然力一般 毁灭总是伴随着心生 由于地壳运动 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帽 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 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共嘎雪山 以7556米的身姿 傲然翘拔于群峰之点 被称作鼠山之王 这里是太平洋 印度洋 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 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 积雪厚度相当于十层高的楼房 下方会认识 本身有点自然光 相当于一位 岁月山 天月山 最后的一个资源 对三岁月山 我认为 西南山 徜律 坏 西南山 我认为 希望 我认为 这些是 这些王子 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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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巨大的兵体披山裂石 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海拔两千米到四千米之间的谷地 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 暴露在空气中 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枣的居所 这种枣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 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 它很快会枯萎变黑 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 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 约粒橘色枣蜂蜂而上 它们染红沟谷 染红溪流两岸 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 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中国一共拥有四万八千五百七十一条冰川 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溶水 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 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 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 滋养着周围的生境 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 卫星摇杆地图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冰川 正在以每年二十米的速度退却 全球变暖 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 中国内陆正感受着 从未有过的风雨犀利 春风不渡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 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 安卧着绿色卧野 伊犁河谷 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 此时它正张开怀抱 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 五千公里之外 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 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 过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 当它到达山谷 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 水汽在迎风波汇聚 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给予器 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给予器 河谷的布置 河谷的路上 很多人都在海洋里河谷 河谷的浩谷 河谷的颜色 河谷的浩谷 河谷的水汽 河谷的浩谷 河谷的水汽 河谷的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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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了丰沛的水 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 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 雪岭云山漫坡生长 绵延不绝 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桥木 可以长到五六十米 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 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 生存能力极强 它的根系强大 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 伸扎地下 但它极度需要水 成年云山能够通过根系储存 2.5吨的水量 每一颗云山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 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生腾起来 就变成了云和雨 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 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河之地的河谷 每年的降水量 却堪比东部平原 可以达到700毫米 充足的水分 让绿色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被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 肥水不留外人田 形成良好的生态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梁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长出一种细小霉菌 水玉霉 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 黄色的感光色素 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 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 它就会炸裂开来 将自己的黑色包子远远的弹射出去 水玉霉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 它喷射包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 顶部包子可以在二百万分之一秒内 加速到三十二公里每秒 喷射到两米外的植物上 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包子吃进肚子 再排泄出来 水玉霉是一个分解者 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 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履行散播 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 由于龙生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气 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 大片的戈壁沙漠横根在此 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 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油村 并非自然间发现色彩的结局 台湾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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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成奇异的形态 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 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 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风石而形成的地貌 我们称之为亚丹 这片亚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 是很罕见的水上亚丹景观 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 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 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 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军裂 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风的侵蚀 水的流动 大地的龙声与沉落 时光流转 日月光滑 自然力永无休止 却又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地的容颜 九月 中国北方的冰雪王国长白山 还是一片喧闹绚烂的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秋 松果与临下的骏子 让小动物们享受到饕餐盛宴 对于一只花莉鼠来说 最吸引人的还是坠地的松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再放下来 标准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的东西看起来更好吃 真没办法总有刁民想害朕赶走了小偷才能好好享受美食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 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 因为大自然留给它们的时间不多了 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 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 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 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 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 色彩的交响乐落幕了 长白山一年之中 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 这里是明府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 对森林里的森林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 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 这里白天短暂 长夜漫漫 一切生长 仿佛停滞 一切生命 确实可不得不讽 als其次 有云层的同感 现时 collections 遇到何离这里 去不止 ���ándome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爆发时山崩地裂 岩石融化 森林烧毁 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 以前一百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 火山灰雨持续下了两天 炙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 火山吐火口 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 变成了今日的天池 现在她终于平静了 现在她终于平静了 这座火山正在休眠 希望她不要惊醒 龙东的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 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 当岭东来临 春天还会遥远吗 侧金展花 首先在积雪中开放 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 风龙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 万物生长 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火除冰的风意 流水再次活跃起来 水润泽大地 让生命蓬勃有力 水滞柔却滞刚 用时间刻画风景 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地城 水是广西的灵魂 为它平添灵秀之气 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 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 4月至9月广西迎来风水期 3.4万公里的河流 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 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功 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 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 德天瀑布 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 一条条白链并行一百多米 从六十多米的高处飞流之下 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 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昏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数亿年前 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 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 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 但是之后 沧海桑田 大地浓起 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 降落不断 雨水将碳酸盐溶解 并被水流冲走 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遮想 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 6500多个沿海岛屿 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 已经被人类记录在岸的海洋生物 约有200多万种 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三分之一 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 今天 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 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支支有限 海洋的平均深度是4000米 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 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位置 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 海洋是慷慨的 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 珍宝 石油 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 哪怕是在海水退却 大地龙升之后 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 亿万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 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龙升成青藏高原 但是部分海水却积留在低洼地带 形成了今天的岩湖 厚厚的岩盖铺在湖面上 好似冬天结成的冰 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 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 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查卡岩湖的岩储量能够达到4.48亿吨 是天然无机岩的宝库 人类早早地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 即便是在首提肩扛的五十年代 每天也可以产出五到六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三千多年 李甲资源的开采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这民谱对他的比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